我覺得這個承諾當然是要在這個疫苗能夠成功開發的 這樣一個前提下面 那實際上就是說其實我覺得疫苗的開發 對於世界各國現在確實在這個激烈競賽之中的各國來說 其實疫苗開發出來的這樣一個產品 都應該是屬於全球人們的共同的這樣一個智慧的結晶的產物 所以我並不覺得說這個許諾有特別大的意義 因為換一個角度來說 現在這些疫苗都是不同的疫苗公司開發出來的 即使是中國現在比如說正在研發的這個Cansino公司的 這個鮮病毒所做的疫苗 它也是屬於Cansino這個公司的 雖然這個公司是屬於這個有軍方背景的 但是最後呢它要想做大的臨床試驗 它也必須跟大的生物公司合作 很可能跟跨國的公司合作 所以最後這個疫苗呢 很可能本身就會是一個全球都有可能夠用得到的 一個產品 所以並不需要習近平做這樣的承諾 其實很可能就是各個國家都有可能用到 只要說這個疫苗是有效的